安装的CDV就算看到事情的经过 也看不清人脸 安装有什么用 CDV安装的主要目的 是监控还有记录现场的活动 帮助防范犯罪的发生 提高安全性 虽然有时候CDV可能无法完全记录下 犯罪分子的面部特征 但是CDV依然具有以下的优点 第一 预防犯罪 CDV安装在公众场所 可以取到阻止犯罪分子的作用 一些犯罪分子可能会因为怕被监控 选择放弃犯罪计划 第二 证据的收局 CDV可以记录下事情发生的过程 还有情况 根据依据还有证据 用于调查用途 还有法律的程序 就算CDV录像中没有清晰的面部特征 依然可以通过一些线索 比如说车牌 号码 服装等等 来帮助警察追踪犯罪分子 第三 提高安全性 CCDV监控可以及时发现 还有报告潜在的危险事件 帮助员工和公众导致警觉 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除此之外 一些CCDV系统还有智能分析 还有提醒功能 可以通过声音或者信息提示 及时警示人员 总的来说 尽管CDV有它的局限性 但它依然是一个有效的安全工具 可以提高安全性 并且帮助防范犯罪 而且随着科系的不断发展 CCDV系统的性能和功能也在不断提升 人脸识别技术等新技术的应用 可以提高CDV的试别能力 进一步增强它的安全保护作用 你也希望CDV可以帮助你保护家人 还有你的生意吗 欢迎联络我 上门给你安装建议 我是Benny 你的CDV专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